好,各位同學,我們SBA暫時做不醒,之後可能要安排才行 但沒辦法,回不到學校學習就唯有上網,以及用實體書做第十七、第十八課的MC和LongQuest,溫習 好,我們之前上課補課的時候講了十七課,我現在就想講講MC和選兩題LongQuest和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如果有時間多的,或者要找一些課,最好是做其他LongQuest 好,我們先試看MC 好,第一題,是2010CE的題目 他就說,When a person suffers from osteoporosis,即是骨質疏鬆 他就怕你不懂這個字,所以說清楚 A condition wearable materials are lost,即是沒有骨質的物質 那其實會怎樣呢?骨質疏鬆了,即是LongQuest,密度會低了,脆一點 最後呢,mall elastic,沒有理由,會不會有彈性會高了呢?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所以答案呢,其實就會是A1,1,2 所以經常聽到婦女年紀大,骨質疏鬆,不要那麼容易跌倒 其實就是因為骨頭會比較脆一點 好,第二題,In a movable joint, the tissue holding the bones together is called 將骨頭鑊在一起,我們主要有兩個結構 骨頭和肌肉鑊在一起的那個叫Tendon 將骨頭和骨頭鑊在一起的那個叫Tendon 所以答案都是A 其他的結構呢,大家可以認回 那就是軟骨,Catellite,肌肉,肌肉,肌肉 直接由骨頭和骨頭鑊的就會是Ligman 第三題,跳到下面 都是會考題目來的 2011年,他就說,那隻手有兩個肌肉控制 一個就是X,一個就是Y 你可以看到那個公仔畫出來這個樣子 那就是X,他在contract的時候,手指公可以想像是會黏在這邊 那倒轉,Y就會相反 他在contract的時候,拉開,那隻手指公離開 那個手掌的幾隻手指 他就說,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move the thumb twice the other fingers 他說,哪一個動作會令那個手指公黏在其他手指上 看這個結構會看到,他一收縮,手指公應該扯過去 很直接的 所以答案呢,就應該是A 好,第四題,第五題呢 其實就是看上面那個結構 但是呢,我怕大家不太清楚 或者不太知道其實他想說什麼呢 我將這個腳,大家想像成,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想像這個就是大腿的骨 這個就是小腿,其實有兩塊骨 我們想像當一塊 那這個你當它是near joint 即是膝頭骨 那這個就是腳掌 那你想像1,2,3,4,類比 那我畫得誇張些方便是解釋的 那他就問你,X,Y是什麼來的 那你對回X呢 那Joint就是Hip Joint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的寬關節 寬關節呢,其實動動的情況可以是360度 即是前後左右,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分類上,它屬於Ball & Socket Joint 所以不是A,就是B 那再看吧,那他問你,Y是什麼來的 Y呢,其實它指著就是肌肉 不如下面這塊,再薄下骨 即是肌肉和骨之間 很明顯應該就是Tendon 剛才第二題就是骨和骨 骨和骨之間那個 ligament 但是肌肉和骨之間那個是Tendon 所以答案應該是A 答案這個 第五題